为什么鸡会打鸣 鸡打鸣是一种主权宣告 一方面提醒家庭成员 它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另一方面警告临近的公鸡 不要打他家顿的主意 鸡的大脑里有个松果体 松果体可以分泌一种称为褪黑素的物质 夜里如果有光摄入鸡的眼睛 褪黑素的分泌便被抑制 褪黑素能抑制性激素的分泌 也直接控制鸡的鸣叫 晨光乍现 褪黑素的分泌受到抑制 雄鸡便不由自主地撕沉 古代 公鸡可以安享黑暗静谧的夜晚 有时遇到满月 月光偶尔也会刺激太过敏感的公鸡企业 而到了战乱时候 被圣烟和火光惊扰的公鸡 液体的概率大大增加 于是古人以雄鸡夜明为战争的凶兆